随着9月21日洋城湖大闸蟹开始捕捞 一轮新的吃蟹风暴席卷全国 但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市场上99%的所谓洋城湖大闸蟹都属假冒 相关数据显示 2017年洋城湖大闸蟹产量不足2000吨 市值约3亿元 而市场上以该名义售出的大闸蟹却高达2万吨 总营销额约为300亿元 这意味着 真正的洋城湖大闸蟹只能占到市场上号称洋城湖大闸蟹的1% 所以你买的洋城湖大闸蟹基本是假的 为防止假冒保护正宗洋城湖大闸蟹品牌 苏州市智监局会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及经销商 发放大闸蟹房为索扣 这是检验大闸蟹是否出自洋城湖的一个重要标志 原本在9月21日开补当日才发放的防伪蟹扣 出现在多家线上商户21日之前销售的洋城湖大闸蟹身上 为不先卖防伪蟹 此外 假冒的蟹扣在网上以二毛一个价钱出售 并可定制 有消费者17日便收到了洋城湖大闸蟹 当南都记者问及此蟹扣是否为官方防伪蟹扣时 客服表示对的 都正宗的 9月17日即有消费者收到货品配图评论称 洋城湖的就是不一样 9月18日有消费者评论配图中的大闸蟹已拴上了蟹扣 假冒防伪蟹扣二毛一个可定制 洋城湖大闸蟹防伪查验官方网站显示 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 微信扫码 网页查询等多种方式查询官方防伪蟹扣上的二维码 及防伪编码的真伪 扫描真正洋城湖大闸蟹的防伪环二维码 可看到其编号 每一只大闸蟹都不同 系统还会追溯大闸蟹的生活环境养殖场的等 商家但出售假冒的蟹扣 并宣称可定做 店家多以0.2元至0.3元一个的价钱出售 正面为洋城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 反面为二维码 重点是扫描后 并不会出现洋城湖大闸蟹独有的编号 只有一段文字介绍 还有一种洋城湖洗澡蟹 假冒洋城湖大闸蟹 什么是洋城湖洗澡蟹 洗澡蟹就是某些商家把外地的其他湖的大闸蟹 放到洋城湖里养一段时间 然后就当作正宗的洋城湖大闸蟹拿到市场上去卖 如何区别洋城湖洗澡蟹 归根到底主要注意以下几大问题 一选择正规商家您若不放心 建议选择正规的洋城湖大闸蟹商家 质量有保证 最好是有苏州洋城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认证资质的商家 这里为您推荐苏蟹格 二选择正宗洋城湖大闸蟹的五个标准 外形标准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市场标准则是肥大新鲜甜 符合上述五项的 称为五星级大闸蟹 三看蟹壳 正宗的洋城湖大闸蟹很有光泽且比较有黑 把它洗净后擦干其蟹壳 还是很光泽的 但洗澡蟹蟹壳就不会那么光泽了 四肠蟹肉 正宗的大闸蟹的蟹肉有点偏甜 这主要跟洋城湖的水质有点关联 且它腥味蟹黄油都很足 但洗澡蟹就没这种感觉了